大家好,今天是有關於碳化合物的課題暫時的最後一課 如果大家想即時收到法學科講解的資訊,歡迎大家按鈴鐺和訂閱我的頻道 今次會探討一類比較特別的碳化合物,稱為醉合物,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 第一部分是合成醉合物,當中最常見的合成醉合物就是塑膠 塑膠在日常生活中亦有各式各樣的用途,膠瓶、膠袋、食物盒、儲物用品、三副鞋物,以至是玩具 隨處都可以見到塑膠的蹤影,可謂與我們是物不可分的 透過塑造成形,我們就能隨意改變塑膠的形狀,製成各種物品 而plastics這個字亦是源自於希臘文plasticos,正正就有去到母、死成形的意思 塑膠是屬於一種稱為巨大分子的物質結構,稱得上為巨大分子,它當然就有差不多份量了 它的相對分子質量比一般的分子大很多,小則則有幾千,而大則則有幾萬 因此,巨大分子的化學性質和簡單分子結構的物質截然不同 那塑膠有什麼特性能夠被我們廣泛使用呢? 塑膠一般都很輕身而氏強度高,能夠方便攜帶之餘也不容易難 它和空氣、水、酸、鹼和大部分的化學品都沒有反應 也都難以被腐蝕,能夠不斷被重複使用 還有塑膠是良好的絕緣體,不會導電和導耳 它透明,但又能輕易被染成各種顏色,能夠透過塑造成形而被製成各種形狀 而且使用塑膠的成本也非常低,塑膠的出現為人類社會帶來非常方便的生活 不過當一切看似美好的時候,塑膠也都靜悄悄地對環境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因為塑膠甚少參與化學反應,分解的速度非常慢 所以當我們製造出塑膠廢料的時候,又或者意外地出現大量塑膠原料進入大自然的情況 例如在運載膠粒的貨櫃跌落大海之中,都會對環境和生態系統造成嚴重的破壞 談及合成醉合物,有幾個詞彙我們必須要解清楚 醉合物就是由很多細小分子組成的巨大分子 將細小的分子組合成巨大分子的過程,就稱為醉合作用 而那些細小的分子就稱為單體 我們可以透過將萬字夾七成鏈的比喻去理解 一個萬字夾就是一個單體 將很多萬字夾處連起來就會形成鏈,也就是醉合物 而將萬字夾處連起來的過程就是醉合作用 其實,醉合物的種類是非常多的,這裡就簡單介紹一下 首先是天然醉合物,顧名思義,天然醉合物就是天然地存在世界中 包括有機的天然醉合物,例如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質 DNA、RNA和天然醉合物,也包括無機的天然醉合物 例如是石棉和石英,之後就有人工醉合物 一般都是透過工業過程所製造出來的 當中就包括再造醉合物,主要是透過改良天然醉合物而成 例如是人造師,也包括合成醉合物 例如是醉月希、醉丙希、醉綠月希等等的加成醉合物 和尼龍、PET膠等等的宿合醉合物 而在這課,加成醉合物就是我們討論的重點 第二部份是加成醉合作用和加成醉合物 加成醉合作用的概念就是把小小的單體分子連結在一起 當中並沒有牽涉任何分子的移除 而加成的意思就是把所有東西相加 不過要比製作成加成醉合物 單體分子都必須要符合一個條件,就是要不把和 即是要有碳碳雙件或碳碳三件作為觀能機 這裡我們就會用一般式去表示單體 而X就是一個可變的位置 X可以是氫原子、甲基、綠原子、本基等等 在這裡要輕輕講一下本基 它是透過移除一個氫原子,由本所衍生出來的 當然,現階段我們就只需要把它視為一組普通的原子 當X是本基的時候,這個單體分子就稱為本月希 概念上,我們會將碳碳雙件之中其中一個件拆開 於是每個碳原子都會獲得一個自由電子 而這個自由電子就能夠用作連接其他分子 透過不斷連接就會形成加成醉合物 不過我必須要在這裡強調,這個說法只是一個概念 實際上我們就不是真的將這個雙件這樣拆開 以及也要注意的是,雖然本環都是屬於不把握 但是本環裡面的雙件就不會進行加成醉合作用 但是因為本環的化學性質比較特別,跟一般的雙件完全不一樣 既然真實的醉合過程不是將雙件拆開 從而令每個碳原子都獲得自由電子 那麼實際上的醉合過程是怎樣進行的呢? 作為少許的補充,都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都有以下幾個方法的 第一,我們可以透過自由基聚合作用 整個發展中的聚合物鏈都會作為一個自由基 自由基就會不斷攻擊下一個單體分子 從而將單體分子不斷加到聚合物鏈之上 第二,可以透過陰離子聚合作用 整個發展中的聚合物鏈都會作為一個陰離子 這個陰離子就會主動攻擊下一個單體分子 第三,是陽離子聚合作用 整個發展中的聚合物鏈都會作為一個陽離子 而單體分子就會主動加入聚合物鏈之上 第四,是配位聚合作用 我們也可以透過過度性元素的協助 去進行加成反應 每種單體分子的性質都可能因為它的分子結構而受影響 又或者是每種聚合物自身的因素所限 於是都有需要用到不同的聚合方法 同學必須要明白聚合作用的概念和它實際操作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接著就是聚合物化學之中一些常用的表達方式 包括單體、聚合物和重複單位 單體就是我們所用的希徑分子本身 它是含有坦坦相見的 聚合物就是由很多細小的希徑分子組合而成 我們會以中括弧去表示聚合物 而原先的雙鍵就會被拆開 所以形成新的共架鍵就會插出中括號外面 還有右下角會加上字母N 表示聚合物是由N個分子串連而成 重複單位就是聚合物之中不停重複的部分 寫法和聚合物的表示方式非常相似 只不過就沒有了字母N 在一般加成聚合反應的法學方程式之中 我們就會寫成N個希徑分子組合成一個聚合物鏈 而這個聚合物鏈就有N個希徑分子那麼長 N是任意的一個整數 但是一般都是由一千到三萬不等 我們可以留意到 希徑本身是屬於不飽和的法學物 而聚合物就是屬於飽和的法學物 所以在寫出方程式的時候就要注意 原先的雙鍵在聚合物之中會被拆開 我們就不可以繼續以雙鍵去表示聚合物了 以下就有更多例子 表示由不同單體所組成的聚合物 當中它們的單體、聚合物和重複單位的表達方式 第三部分是加成聚合物的結構、性質和用途 我們會探討以下幾隻的加成聚合物 第一是聚月稀 簡稱PE膠 它是由月稀經過加成聚合作用而產生的 可以分為低密度聚月稀LDPE 以及高密度聚月稀HDPE LDPE的聚合物鏈含有較得的支鏈 所以聚合物鏈之間就不能拍得好近 密度就比較低 而且有較高的彈性 以及會在滾水中變得柔軟 於是就會被用作膠袋、食物的保鮮紙 以及有彈性的凍水喉管 而HDPE的聚合物鏈就含有較少支鏈 所以聚合物鏈之間都能拍得比較近 密度就會比較高 以至它們的溶點都比LDPE高一點 於是就會用作盛在化學品的瓶、膠纜和膠合了 接下來在一個關於聚月稀的例子 就有一個化學反應 新軟就被分解為紀軟和月稀 那麼這個反應過程的明稱是什麼呢? 因為是一個大的軟徑分子 被分解為較小的軟徑分子和稀徑分子 所以這個反應就是裂解作用 那麼這個化學過程在石油工業之中有什麼重要性呢? 第一,它是要生成較小的軟徑分子 作為額外的燃料供應 第二,就是生成稀徑,作為其他重要化學品的原材料 至於要用化學方程式去顯示月稀的聚合過程 就是N個月稀分子生成一個聚月稀巨大分子 而這個聚月稀巨大分子就有N個月稀單位 我們會以中括號去表示聚合物 而原先的雙件就會被拆開 那兩個碳原子會形成新的共架件 就會插出中括號外面 還有右下角會加上字母N,表示聚合物是由N個分子串連而成 那假若一個聚月稀分子有3萬的月稀分子那麼長 那它的相對分子質量會等於多少呢? 首先,我們可以計出月稀分子的相對分子質量 將當中國的成分元素的相對原子質量作總獲 就會得出28.0 之後只要將28.0乘以3萬 就能夠計算出整個聚合物分子的相對分子質量是84萬 要謹記所有的相對質量都是無單位的 還有聚合物是不會有一個固定的相對分子質量的 那是因為每一條聚合物鏈長途不一的緣故 那聚月稀是屬於飽和還是不飽和的碳化合物呢? 答案就是飽和,因為聚月稀之中並沒有碳碳相見 而如果分別將濃的氫綠酸和酸化高萬酸甲溶液加入聚月稀之中 會有什麼的核觀變化呢? 答案是,兩者都不會有任何的核觀變化 因為飽和的碳氫化合物非常不活躍 甚少會與其他化學品進行反應 那聚月稀能不能夠燃燒的呢? 其實是可以的 飽和的碳氫化合物只能夠進行少數的化學反應 而這些反應都必須有能量的投入 燃燒反應就是其中之一 因此聚月稀都能夠進行燃燒反應 生成二氧化碳和水 但是由於碳的質量百分比非常高 所以燃燒的火焰也會非常多煙 第二是聚丙稀,簡稱PP膠 它是由丙稀經過聚合作用而產生的 PP膠的密度當然比PE膠為高 但是整體來說密度也算低 它的溶點比較高,內耳的程度比較好 而且也不容易與其他化學物反應 於是便會被用作繩索、膠纜、食物盒和行李箱等等 第三是聚六月稀,簡稱PVC膠 它是由六月稀經過聚合作用而產生的 PVC膠非常硬,而且也算是易碎 但是能夠透過加入素化劑被軟化 製作PVC膠的過程中加入素化劑的話 素化劑的分子就會涉入聚合物鏈之間的空隙 當聚合物鏈之間不能拍得好賣的時候 塑膠的柔軟度就會增加 PVC膠也防水,而且能作為良口的絕緣體 隔熱而且不導電 所以它一般都會用作喉管、肉鏈、雨衣、電線絕緣表面等等 不過由於六元素是有毒的 在製作PVC膠的過程中也可能有一些有毒物質殘留 而且燃燒PVC膠的時候也會生成有毒物質 第四是聚本月稀,簡稱PS膠 它是由本月稀經過聚合作用而產生 可以分為一般的PS膠和經過發布處理的PS膠 一般的PS膠透明度高,堅硬疑易碎,能輕易被刮花 所以就會用於製作一些透明的容器,例如涼杯 以及也會用於製作聖載光碟的膠盒 發布的PS膠密度非常低,而且破為堅固 因為有空氣的存在,所以隔熱功能都非常好 而且能夠吸收震盪 還有它是無毒的,所以就會用於製作發布膠食物盒和膠杯 還有室內的假天花,以及用於包裝的發布膠箱等等 第五是有機玻璃,又或者稱為PMMA膠 它是由二甲機並希酸甲脂,經過聚合作用而產生的 PMMA膠的特點是強硬而且堅固 它不易被刮花,透明度也非常高 經常都會被用作玻璃的取代品 飛機的窗,汽車車頭燈膠蓋,水族管的大型玻璃 還有我們常用的實驗室安全眼鏡,素膠透光纖維等等 都是由PMMA膠所製造的 第四部分是作為補充,有關於物質的機械性質 這個部分公開示是不會考的 其實剛才在講解各種塑膠性質的時候 英文的文本之中都會出現strong,tough,hard和steve的字眼 如果查字典,strong和tough都是解作強,而hard和steve都是解作硬 那它們之間究竟有什麼差別呢? 在對這方面進行講解之前,首先就要講一下一些背景 拉力強度是機械性質中很重要的一環 我們會透過拉力測定而量度不同物質樣本的拉力強度 我們所使用的樣本會被製造成膨胀 而氣會將樣本膨向兩端拉伸,所施加的力都會在同一時間被量度 我們會以壓力stress去表示施加的力 壓力就是將施加的力除以樣本棒的橫切面面積 因為每一個實驗之中,樣本棒的尺寸都未必一樣 用壓力去表示,就能得出較為公平的比較 當樣本棒被施加拉力,樣本棒就會出現變長的現象,即是變形 於是我們就會用應力競變曲線去將實驗結果表示出來 在應力競變曲線之中,y軸就表示壓力,是與我們所施加的拉力相關 x軸就表示應變,是與樣本棒未拉長結變形的程度相關 右邊的這幅圖就是一條典型的曲線 由這條曲線,我們就可以看出部分的資料 第一,透過曲線的最高點,我們就能知道物料的strength strength 所表示的是,樣本在斷裂前能夠承受的最大拉力 最高點的位置越高,物料就越strong 第二,透過曲線以下的面積,我們就能知道物料的toughness toughness就是指物料在斷裂前能夠吸收的最大能量 當我們向樣本施加拉力的時候,就是對樣本作供 其實都可以理解為我們加入了能量去令樣本彈斷裂 曲線以下的面積越大,物料就越tough 第三,透過曲線的初始斜率,我們就能知道物料的steveness steveness就是指物料在變形前能夠承受到多少的力 曲線越斜,斜率越大,物料就越steve 不過,我們就不能在曲線中找出hardness的對應資料 hardness指的是物料對抗表面變形的能力 例如,我們用取分別踏向強化玻璃和鐵板 我們會看到強化玻璃的表面屍後無損 而鐵板的表面就會有腥味的粒痕,表示強化玻璃比鐵板更hard 不過,由於這個性質不是拉力性質之一 所以曲線之中就不能呈現hardness 不同形狀的曲線都能夠表示出各種有不同性質的物料 我們有各種加乘着合物曲線的形狀 都能夠推斷出它們有什麼機械性質 PP、LDPE和HDPE都是屬於比較柔軟的塑膠 它們能夠被拉到很長才斷裂 PVC和PS都是屬於易碎的塑膠 即使在承受很大的拉力之下,它們都不容易變形 而在拉力過大的情況下,它們就會直接斷裂 雖然PMMA曲線與PVC、PS有些相似 但因為它都能夠承受到較低程度的變形 所以它又不算得上是二歲 其實我們就是透過綜合不同塑膠的機械、物理和化學性質 去決定各類塑膠的用途 不過這裡都要戴回頭盔 只是利用應力應變曲線去反映物料的機械性質並不全面 因為機械性質還包括壓縮強度、彎曲強度、扭力強度和撞擊強度等等 在我們使用物料作不同用途的時候 其它的機械性質都牽涉其中,而我們都沒有提及到 在這裡最主要是希望跟大家澄清一下 Strong、Tough、Hard和Steve的分別 以及只是非常簡單地說一下 怎樣去判定各類塑膠的機械性質 最後是今天的總結 第一是合成罪合物 塑膠就是其中一類的罪合物 我們都提及了塑膠的性質以及罪合物的分類 第二是加成罪合作用和加成罪合物 當中就包括加成罪合作用的概念 罪合作用的實際操作 還有罪合物法學中會用到的表達方式 第三我們都提及了部分加成罪合物的性質和用途 當中就包括罪月希、罪柄希、罪綠月希、罪本月希和油機玻璃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還有要跟大家介紹 接下來我也會在IG平台作出分享 主要會在Story 分享歷界公開試的試題 以及我的個人見解 大家按進去後就可以玩一下 就算不懂也可以猜一下 之後就可以去下一頁看看解說 另外如果有公開試以外有趣的題目 一些比較特別的概念、延伸的部分 或者是比較多人誤解的地方 有機會的話我都會出post說一下 如果有不明白的概念、題目 都歡迎在我的Youtube Channel和IG Post留言 又或者直接在這個IG的帳號inbox我 有好東西就齊齊分享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